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跟香港在中国压力当中所呈现的不同的变化 从中国到台港到后面攸关日本在这一次的发展 我想今天我特别邀请到在先前不久前 从台湾带领一个考察团到日本去参访 那么他是团长的郭国文委员 来跟野岛刚先生一起来探索在台湾 香港跟日本这样的一个三方关系的变化 我相信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 那么在进入我们访谈之前来先看一下 这礼拜G20正在印度召开 拜登特别讲 他说现在的习近平已经受困于中国的国内经济问题 他已经无暇兼顾 对台湾的问题他还没有攻击台湾的能力 这是拜登他老人家那首透露出来不经意的一句话 但是这个话非常值得探索 这个跟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有一点关联 所以这个是大家可以好好去构思一下 在G20的过程当中之前 那么拜登也亲自访问越南一趟 这个是完成对维中的非常重要一个拼图 也就是在过去一段时间从南韩开始上美国派 然后到小马可市在菲律宾 他也到美国访问了 那么现在拜登走访越南 大家知道越南在前一阵子 阮富仲当家之后 他有一段清洗 他把改革派全部都干掉 那这个时候越南的股市也大幅的下滑 现在拜登重新到越南去稳住 在维中的中国南方的最重要的据点 我相信这个是会对未来的地缘政治 带来非常重大的影响 这是值得大家关注的 好 这礼拜全世界都在看华为 这个呢 Mate 60 Pro 那这一台用中芯的 这个7奈米的制程所完成的新手机 到底威力有多大 现在小粉红是兴高财类 他认为中国突破的美国的轰手线 那么未来到底会呈现什么新的变化 在这个消息出来的时候 中芯股价上涨4.7% 金门涨了15.4% 华红涨了2.3% 但是到第二天 其实他们都跌回去了 那跌幅更重 那我们看到另外一边 除了华为新手机之外 中国现在限令国企员工 不得使用苹果的手机 造成苹果的股价连续大跌 苹果的股价下跌 造成了市值大概2960亿美元的一个增花 那这个时候中国的手机市场 开始有很大的改变了 那未来它在市场上的变化 值得大家高度来关注 那苹果也会遭逢到 在中国市场可能会遭到非常大的压力 这个是一连串的禁令 从政府机构再到国企 这个是中国现在所下的杀手剑 那中芯现在 其实到这个地方为止 我一直在关心中芯股价的变化 中芯的股价 其实它不但没有涨 而且跌回原点 等一下我们把相关的华为供应链 稍微来看一下 这个在华为新手基础来说 我相信美国对中国的制裁可能会更继续在升压 不然就要说 从过去对中芯的这个列入名清单当中 现在看起来是力道会加重 所以华为的7奈米的制程到底实力如何 大家可以顺目以待 在这段时间 中国对苹果的力道正在加重 所以他说这个华好街日报 他讲如果连苹果也遭到报复 在中国可能没有企业可以安全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警示 所以摩根大通在讲 中国的风险上升或是 抑制苹果的股价表现 那他说 要看华为的新产品是关键 那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 台湾其实在过去一段时间 像大力光在这几年是抑制华力 他有很大的比重 跟华为是连结的 那这一次看起来 他的股价并没有太明显的反应 那原来的在恒大当任 经济学家的任哲平 他说iPhone14可能是苹果帝国 由圣豪摔的标志 但是也没有太大影响 苹果在这个回合当中 数值也过了三兆美元 那华为的手机 他也看到韩国的SK海利式的晶片 这个消息出来之后 海利式的股价立刻重挫 这个时候我们大概可以看到 台湾的供应链 可能会不会受到影响 这个要再观察 所以他打iPhone之后 这个我们可以看到 对台股有一些影响 那另外中国现在 还有一个新的规范 中国宁将伤害民主情感 列为这个治安的居留范围 这个禁令出来之后 我相信所有的外国人 大概不太敢去中国 所以到今年上半年为止 外国人到中国旅游的人数 大概少了83%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 那中心的股价 大家可以稍微观察一下 中心大涨之后 他又回到原点 那这个看起来是 背后可能有一些变数 大家看到 这是中心国际的股价 然后相关的 你可以看到 这是瞬移光学 瞬移光学从259.4 它是华为最大的 相机镜头的模组制造厂 但是股价几乎创的历史性低 那这个是看起来 情况没有那么单纯 这一桌当中 要稍微注意一下 美元的指数啊 开始串过105 那美元走高 对全球股市 会带来很大的影响 这当中大家特别要注意到 联准会资产负债表 最高到8.868兆 但是现在呢 他已经慢慢在收表 收回来之后呢 是7.398 那这个收回来 这个看起来是 有一个很大的力道 那美元的强势呢 对全球来讲 我相信都会带来一些 若干压力 这是大家可以注意的 那这个礼拜 基态建设 造成的伤害呢 在台北市啊 引发大家热烈讨论 这个时候也告诉大家 建商如果施工品质不佳 那我相信会对企业 带来非常巨大的影响 中国在这个礼拜呢 公布的CPI跟PPI呢 大致上呢 它的PPI回到3% 这个已经比原来的6月份 最惨到负5.6呢 要改善 但是现在CPI呢 从负0.1呢 0.3 现在爬回0.1 改善 但是呢 看起来很多的领先指标呢 看起来都不太妙 所以这个是一个大家 可能要高度面对的 那印度呢 正在不断的往上判 穿升 穿升当中 这是印度跟中国所呈现强烈的对比 那台商现在回流台湾啊 大概是一个新常态 所以中国的出口 现在的减速 所以大家在讲 台湾今年出口 大概创下14年最高的摘退 但是大家都要记得 今年台湾的出口 最差大概也会有4200亿美元以上 这个是历史第三高 大家千万不要妄置毁拨 所以我们大家可以看到 在出口年12月的时候呢 台湾在下个月啊 大家看到台湾去年9月的出口 是375.3亿 那这个时候呢 我想到今年的9月 台湾的出口转为正数呢 机会非常大 所以大家可以从这当中啊 可以看到一些新的端倪 我们也看到美国对华为 这次的制裁 看起来会开始又升温 这是大家可能要高度关注的 一个未来的新变化 我们今天来介绍 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 我们要先请野岛刚先生 跟观众朋友问候一下 大家好 野岛先生从日本读完书之后呢 他其实在香港待了很长时间 也在中国在台湾 那现在他是自由作家 我想他对中国对台湾 对日本的了解 我相信台湾乌人出其右 这一次呢 中国的直念的出版 我相信对两岸三地的观察 他应该是非常值得大家重视的 那我们也请刚刚带团到日本的 郭国文委员跟观众朋友问候一下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非常欢迎 郭国文是从台南选出来的 我想他非常敬业的问证 所以非常有力道 好 今天欢迎两位 我们先进到广告 回来之后来继续今天的讨论 稍微来 欢迎再回到现场 我们今天要请野岛先生啊 从中国的执念来跟大家谈谈 你在这些年当中去年阿富汗的战地 伊拉克你都去了 所以现在在台湾当自由撰稿人 我相信你对香港的了解 在这十几年当中 你看着香港 其实我们看香港的引落 我到现在为止 非常想念黎智英先生 黎智英要回香港之前 我特别到他办公室 去跟他聊天 我说回去是危险的 能不能留在台湾 那他说香港这把火事 他烧起来 他说不回去怎么行 但是这一回去之后 他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那我想我对他的道德勇气 我非常的敬佩 但是如果从香港 到今天这样的一个反送中 一直到今天香港融入了中国 但是他其实状况没有很好 所以我们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段时间 他有很多的像北上广的 这样的一个资金北上的力道 但香港这几年 我最近看到一个数字非常有趣 香港在2017年年底 香港的人口745万 那到今年7月31号 香港公布人口是748万 那我看大概 这几年当中他只增加3万 那3万里面 从中国内地跑到香港 我看很多 那个没有统计 就是多少人不知道 但从香港跑出去 我相信可能更多 所以这个最后你看到 英国入境大臣 Robert Janet-Rick 他讲说 过去两年内超过14万港人 移到英国 他说感谢香港人对英国做出的重大贡献 所以看起来是腾龙万鸟 也就是在中国的这个老百姓跑到香港 香港的人跑到外面 那这个这个我相信影响是大的 你可以看到 香港有一些文化人 像杜奇峰导演 他现在也在台湾 他说如果有极权使人民失去自由时 那电影通常首当其冲 电影文化是直接面向观众 所以独裁者通常对付的一定是电影 他说我觉得香港 不 他说对不起 我觉得全球争取自由的国家 认同民主都会支持电影 因为他 因为他代替你发声 那这个我们大家看到 杜奇峰导在这些年当中 我们看黄秋生也来台湾了 你从香港这样的演变 你看 香港是融入了中国 但是你可以看到 在台湾我们更加偷钟 那这个就是 他形成一个两个强对对比 你在书中你们提到的 中国的执念 这个执念是什么 然后香港跟台湾 你这样一个两个对比 你在书里面呈现非常多的描述 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跟我们观众分享一下 其实我对这个 所谓的两岸三地 或是大中华议题 开始关心的是很早 就是大学生的时候 那我第一个地方到海外 就是香港 然后觉得香港自由 还有非常的活跃 所以是让我非常感动 所以开始喜欢这个 这个大中华 第一就是香港 然后接下来是我喜欢台湾 又喜欢去中国 那就是变成是两岸三地 是我的一个地盘 后来是 就在这五年发现的事情 现在是变化很大 那我现在是没有办法到香港去 又没有办法到中国去 所以我的世界是变小了 你也不能去中国 就是有一个风险 现在很多 所以你不去 不是他禁止你去 不是他们禁止我去 我也不知道 有没有在黑名单 不过最近日本的学家 那就我下一个决心 要写这本书 那这本书的书名是中国的执念 那这个执念到底是什么 那也许是 可能台湾人都知道 台湾为了国家统一 他们可以吸引任何的事情 一定要做 那在日本的话 也许是有人觉得 尤其是青春派 那中国为了经济 或者是为了国际民喻 他们或许是放弃台湾统一 不过我觉得这个想法 绝对是不对 中国的执念就是一种 跟宗教的信仰一样 他们就不惜一切代价 为了这个国家统一 一定要统一台湾 我觉得这个部分是 不能我们不要误会 而且不能小干中国 所以是我们面对中国的执念 那应该这个特别是一个结论 就是台湾跟日本 因为已经是香港是沦陷了 所以台湾跟日本要加强 史诗上的一种要有同盟关系 不只是半导体 还有我们的这个 也是有一些军事方面 还有外交方面 还有一些民间交流 其实台湾跟日本 面对的问题是一样 我们如何保护现在的稳定 和和平和民主 我很早以前我讲日本会起来 而且会大好 为什么呢 日本一定要强到 有足够力道抵抗中国 所以大多数日本人 对日本都非常悲观 我非常乐观 经过几年 最近日本很多媒体来看我 他们都说 为什么你那么早看好日本会起来 我说地缘政治 对对对 那还有一个问题是 因为其实是在台湾 还有在香港最近发现的事情 我们有一些日本人觉得 是别家的事情 跟日本无关 不过其实是我这本书也是 非常强调 在台湾发现的事情 可能未来几年一定会在日本发现 对 我只是一个例子 最近福岛核电的一个 出力水的问题 那就是我们日本政府决定放水 对 那这个时候中国采取什么态度 全面禁止日本的海浆品 加上打了大量的骚扰电话 很多中国人去日本 在中国的日本电器扎电 对对对对 就是连日本的阿弁的都接到大量的电话 对 这也是一个给我们很大的一个 一种这个 一个提醒 因为过去台湾也是发现过 有一些中国用经济的 就是力量 手段来 给台湾压力 例如说 斯班尔 也有那个风铃 对 还有一个也是 市价 发现很多 那过去台湾今年发现的一个 用经济的手段来给台湾压力 那就这一次在日本发现 所以我们都认识到 台湾的事情应该是未来变成是我们的事情 所以应该要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台湾问题 我们可以对台湾有更多的认识 更多的一个体会 我想从日本到台湾 到现在看以中国为核心的架构 这个郭伟员大概你感受很强烈 你最近带着日本考察团去了一趟日本 你得到哪些启发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刚刚也老刚他提到有关于中国的执念 其实他就是一个国主主义一个架构下的一个执念 这样的执念确实是威胁到区域安全和平 以及威胁到其他的国家的未来的可能性 我是觉得台日之间 像也老刚他所提到的所谓的台日同盟的部分 确实是非常重要且关键 但是现实上的一个国际政政当中 其实这几年的日本的一个对外政策 才有一些新的一个变化的一个开始 譬如讲 之前安倍在生前的时候就一再强调说 一再呼吁说美国其实在对台湾的一个战略 应该要清晰 不应该模糊 当日本这样呼吁美国战略要清晰 不应该模糊的角度里头 我也去访问日本 我从去年的时候就访问日本的时候 当初他们也有冰推 然后今年我又去访问日本 同样有一些相关的课题要谈 第一个我就会问说 到底日本的态度是清晰还是模糊 当你要求美国是所谓的要清晰的话 那你到底是清晰还是模糊 刚好日本整个战略研究论坛 刚好在今年的7月中做过一个冰推 然后我7月下旬去的时候 刚好是一个热腾腾的一个情报 而这次冰推看起来是因为台海两岸问题 但是主角不是台湾 台湾是配角 主角是谁 主角是日本 其实主角为什么是日本呢 他们其实在因应整个 如果台海之间有事情的话 那日本的整个体制的应对能力如何 它政策决策力如何 法律上的限制如何 在这种部分的话 他们就发现了许许多多的问题 某个程度在整个冰推的过程当中 受到日本媒体大量的报道 我认为在日本政府的角度来观察的话 它其实在进行一个 对日本民间的社会对话 这种对话的方式说 如果台湾有事 那我们日本的态度是如何 所以日本研究论坛的 这一个整个研究的 并推的过程当中 受到整个日本社会高度的一个关注 而这个高度关注的过程当中 我自己做一连串的一个观察 我发现日本其实基本上 目前为止 对台湾的整个军事的一个概念上 还是模糊的 可是行动上是清晰的 为什么行动上是清晰呢 也就是说 那相关的军事部署也好 或国防预算也好 其实都非常的清楚 再加上最近八月访问台湾的麻省太郎 他对后来讲一句话说 台湾有自我保护的决心 但是美国跟日本一定要保护台湾的 这种说法 其实并没有受到日本政府的否认 也就是说 在没有受到日本否认的情况底下 以麻省这种重量级的人所讲的话 一定有一定程度的一个代表性 所以就像刚刚主持人讲的 确实在整个地缘政治上面 日本的重要性非常非常的重要 以至于说 现在我们在国会上的交流 除了谈到这个军事的部分 其实最多谈的 其实是在外交的部分 其实我们跟日本之间 还是没有一个准外交的关系 在目前为止 虽然非常的友好 从去年到今年 我都其实跟日本的国会议员强调一点 说美国已经有一个 非常清楚的台湾旅行法 应该要有一个日本版的台湾旅行法 把日本官员之间的一个复法的限制 应该予以把它取消 因为美国已经有一个 非常清楚的这种状况 也就是说可以迈入更实质的外交 而不要受限于欺负体制 那这种情况底下 会让两国之间的感受 会更加的清楚 我特别听郭元 其实最近英国外长 他特别讲台湾是主前独立的国家 这个是非常强烈的信号 因为全世界最早承认中国是从英国开始的 这个时候英国放出这个信号 我觉得他也好像 依告全世界可能未来的变化 对 结果英国他透露这个讯息 加上欧盟对台湾的态度 以及日本的一个改变 美国的整个清晰的战略 越来越清楚的情况底下 台湾的问题在目前为止 已经变成全球的问题 台湾的问题基本上已经是国际化 台湾的国际地位顺然间在这几年当中 因为中国的压力 因为中国的执念 因为中国的国主主义 而迅速的一个提升 我刚刚提到日本版的台湾旅行法 不是不可能 而去年的访问 其实我老实说 我收到的讯息 其实相对是没有非常正面的 而今年的我访问的时候 我在2加2的对谈当中 他们愿意公开的讯息说 他们对于整个日本版的台湾旅行法 他们非常清楚立法的宗旨 以及我们的用意 所以这个基本上是一个正面的回馈 觉得外交上 其实我个人认为 在几次的访谈当中 我接到的讯息 其实他们有开始思索这个问题 也就是在外交上 是不是要如同美国一般 来走这样的外交路径 我是觉得这个是可以被期待的 如果这个可能性创造出来的话 两国之间的关系 才会有慢慢的进入 所谓的准同盟关系 好 我想有人在讲 中国打台湾 我说台湾跟中国无冤无仇 只是主权上的争议 为什么 台湾如果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中国说不是 所以这一次其实你看 2024的总统候选人 其实争什么 就是主权 也就是说 今天如果你否定台湾主权的候选人 你只能站出来说 我选中华民国特首 但是如果你认为 这是台湾是有主权独立的国家 我当然名正言顺选总统 这个就是总统跟特首的差别 所以我常在讲 选出来要选总统 还骂台独的人 大事上是选不上的 因为前面的架构就不对了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源头 那日本这一次你可以看到 如果两岸会发生战争 你想日本会没事吗 你想想这一次 日本排放核汇水 然后中国的抵制 我们两边无怨无仇都这个样子 那中国跟日本是血海深仇 你知道这60年中国的电视台 晚上都在播抗日的影片 所以这个时候 我相信日本的威胁 当然比台湾更高 所以日本今年其实你买股票 你注意30中工今年涨多少 他从2181到上个礼拜 涨到8600多 这个是不得了的 也就是说日本重新回到国防建筋的路线 我相信这是一个未来日本非常巨大的变化 那野岛先生你在书里面 其实特别讲到台湾有三面盾牌 第一个是民主法制 民主机制 民主自由机制 第二个是半导体的细盾 第三个是台日同盟 那这个我想这三个架构 其实你在书里面解释很清楚 我觉得那个观点非常棒 等一下你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稍微来 欢迎再回到现场 我们请叶导先来跟大家来聊一下 这个三个关键点 一个就是民主法制 民主自由机制 再来半导体 细盾 另外是台日的 美日台的同盟 这三个架构当中你看到 日本近来有很大的变化 日本的经济新闻 我观察 今年在头版上的标题 最多的叫半导体 所以这个是反复都在讲 然后我们最近看到 像东京威力科創 今天表现非常好 那这个时候日本的半导体整个架构也慢慢出来了 也就是说你在这个地方从台积电这一次到雄本设厂 然后美日和连线封锁中国的晶片厂 这个连线正在扩大当中 所以日本最近对中国有13项化学材料 大家都在一个禁止的名单当中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岸田在这个地方 其实它的角色越来越重要 我们就从三个架构当中 三个架构 我们来看未来台湾跟日本 跟整个未来的发展的形势 对 其实我在这本书里面提到 就是刚刚就之前讲三个吞牌 这个部分是 也可以说是对台湾来讲 是如何保护自己的时候 应该台湾也有一直到 这个三个吞牌的重要性 首先就是台湾的民主 台湾的这个社会的先进 台湾的拖延 这种事情一直以来是 我们日本也是蛮欣赏的 但是如果不是只有这样的一个民主 或者是一些台湾的先进 这个部分的话呢 那就能不能多少影响到 日本国家体制 或者是国会议员 或者是政府的疫情 可能是只能做到一半 那么可能疫情之间 我们日本方面还没有清楚地 一直到台湾半导体的实力 不过疫情之后就是 我们就发现 因为疫情的时候 世界缺乏了半导体 所以连日本的封典的差略 也做不到 所以是日本政府 真的要开始思考 然后给台积电 4600亿 就是这个数字真的是非常大 给一个外国企业 然后政府马上通过这个法案 就决定了 我觉得这个事情是 某种的代表是 世界也有日本 非常需要台湾的 那这个半导体是 对台湾来讲是 非常重要的一个盾牌 那因为我最近也是 在作为一个台湾专家 在日本也被邀请演讲的题目 最多的是台湾半导体 虽然我不是经济专家 不过还是很多人想知道 为什么台湾有这么强大的半导体的实力 你看台积电现在带35家供应商到日本投资 这个是大事 那这次岸田在东京 这个一字排开是全世界半导体的大厂的老板 一字排开跟他合照 为什么日本宣誓要重建半导体产业了 这个我想是很重要的开端 对 其实胸边的一个县的国民生产力 是六兆六亿 不过这一次包括台积电的投资 还有接下来很多半导体 就是产业链的投资 加起来是超过四亿 所以这次真的是这次台积电出现 是改变整个的胸边 还有主角的一个命运 那我们我觉得台湾这个部分 半导体和台湾的民主 那也可以说是软势力跟硬势力 两个都要掌握 加上第三个吨排是美日的同盟 因为毕竟是中国的军事力量非常的大 台湾只有台湾没有办法抵抗 那中国到底要不要打台湾的时候 我们当然是日本方面 还有美国方面要保持模糊战略 就是万一发现台湾危机的时候 我们到底会不会来台湾资源 这个可能是到最后的时刻 我们都讲不出来 因为如果讲不出来 讲出来也可能是效果没有那么好 反正是模糊比较有意义的 所以到时候 可是我们让中国认识到 很可能日本和美国 用美日安保的方式来 会介入台湾的危机 其实这个条件是很复杂 我这本书也提到 可能我跟中国 对我们跟中国对话的时候 一定要提到两件事情 就是中国现在用无力来统一台湾 这个只有损失 没有好处 只有坏处 我们应该要提醒中国 还有你们日本已经开始准备 例如说不止很多日美对到中生 就是流出那边 这一种我们的准备了 所以我们已经开始准备 这一点也要跟 我们要靠着中国 所以就不只是日本 我们世界都要跟中国说 我们都现在是不希望发现 那种台海危机 就是用无力来统一台湾那个主动 这个部分很 因为万一发现 已经发现 等于是我们的失败 这个绝对不用 不要这个问题是发现了 所以我们不断的来提醒中国 你们不要这么做 这个问题是蛮重要 所以用世界的声音来包围中国 我觉得这个部分是日本人也要了解 所以你讲到这个地缘政治最大的变化 你看这些年当中 拜登这一次到D20这样讲 就告诉中国现在经济焦头烂额 美国想尽各种办法 让中国经济慢慢水位下降 这个我们讲 巴威特讲 这个海水退潮 就知道谁没穿裤子 现在水位下降之后 中国经济相对困难就大了 但是你看 日本就在地缘政治 它不断的起来 印度也不断的起来 这是地缘政治在使力 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我们都认识到中国的绝集 不是和平的方式来绝集的 之前起码是过去跟日本 跟中国在20年一直都有一个紧张的关系 土地的关系 但是大概是特朗普 2017以后 或者是欧巴马后班的一个任期的时候 美国是转变他们的思维 定位中国是他们的进展退休 或者是可能未来也没有办法一起走 所以是这个美国的判断 就变成是我们不是麻烦执照者 中国才是麻烦执照者 那台湾也不是麻烦执照者 中国是麻烦 所以是美国或者世界开始认定 中国是麻烦执照的时候 就台湾问题变成是世界的问题 然后这个台湾问题变成是地缘政治 很关键的问题 如果之前的美国的认知 或者世界认知 中国是非常安全的国家 那就台湾问题还是 不只是一个台海的问题 或者是东亚的问题 不是世界级的问题 不过现在是G20 或者是什么 就是美日的少年会议 或者是一些G7 都提到台海的安全 那提到台海的安全的意思是什么 台湾的安全是我们世界的安全 有这样的一个认识 现在已经都很普遍了 我觉得台湾某种程度 是在世界的认知这样 或者是心理这样 或者是舆论这样是开始获得胜利的 开始获得这样的优势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也是蛮 应该台湾还需要一个加强的地方 我想最大的关键在这里 就是说你这几年中国对台湾不断的施压 不断施压以后 美国开始在叛回台湾的力量 给台湾不断的在使力 这个使力之后 现在看起来中国的外面的形象 一直在往下走 那台湾在全球能见度当中 不断的升高 我们要尽量广告回来 要请我们郭伟员来跟大家谈谈 在台中交流当中 未来我们可能有哪一些面向 台湾可以做的 稍微来 欢迎大家回来现场 我们今天要请郭伟员 你这次也到日本看了 其实半导体对日本未来的发展非常重要 大家如果稍微回想一下 我们上礼拜的单元特别提到 讲上一天来的时候 我特别提到1986年 美日半导体协议 也让日本开放市场 美国对日本的晶片课税100% 对韩国的晶片课0.74% 这一刻之后 日本的半导体十年几乎毁灭 现在看起来又重新历史 又重新倒转 你知道最近今年当中 日本在重建半导体协议 日本今天股票涨最多 其实就在半导体族群里面 从爱德万 瑞萨 包括三肯电器 它做马达的驱动半导体 大家看到这个是Romantis 你看它股价 大概已经涨了很多倍了 6000多到2万多 这个不断的往上攀升 你从到日本参访当中 看到的台日对半导体的态度 关键有哪些核心 你觉得特别可以跟大家分享 确实在1986年 每日半导体协议当中 让台湾跟韩国 都有一个半导体产业发展 一个很重要的空间 在去年的8月的时候 我们就邀请甘利明 自民党的前干事长 特别透过视讯的方式来做演讲 为什么特别找甘利明众议员 因为他是日本国会里头 推动半导体战略议员 联盟的一个会长 他的位阶当初还跟安倍 是同等的 甘利明某个程度就是 整个日本半导体政策的一个首相 几乎日本的整个内阁 都为他去跟荷兰 跟美国来做讨论 供应链要如何去进行 限制或重组 我在跟甘利明先生 在今年2月的时候 有私下一个访问 在今年8月的时候 邀请他来 就他公开的言论当中 他其实对于整个半导体的 这个期待非常的大 甚至认为是半导体的复兴 是代表日本的复兴的这种论调 这种论调的情况底下 他巴不得台积电赶快去设厂 所以以至于说到明年底 才会量产的第一场 现在已经传到说第四场 凶本比较利桑大快很多 快很多 到明年年底才会量产的第一场 结果现在已经喊到第四场了 你很难想象日本对台积电 是如此的阴阴切切的一个期待 这里头出现一些问题 就是说你看当初第三场的时候 我在民间的时候就有听到 他要买现成的一个厂房 来进去第三场 可是最近上个礼拜就团出 有所谓的第四场的一个诞生 那一来是日本的一个产业 那个产业文化跟企业文化 跟台湾比较相符 不像去美国有受到这么大的阻力 但是必须要说日本这么快的速度情况底下 在甘利明先生的口中是认为台积电是一个聪明的企业 因为他在这边可以看到日本合作的一个好处 另外一个他说因为半导体相对是高耗能的 其实可以减除台湾的压力 这两个论点当中 后面这个论点我可以理解 这个论点当中 一来可以将就于车用晶片的一个需求 将就于当地的一个市场 但是你如果说这个半导体的设厂到这个阶段的时候 台湾的部分也很期待这个先进制程留着 目前为止是留着没有错 可是这整个产能的配置上面 台湾目前为止以南科来说 像我之前推动的第三期 6月29号刚刚动工 还有另外台南市政府 还有在推动一个200多公顷的产业资源区 然后屏东也有科学园区 嘉义也有科学园区 也就是说大家对于整个台湾国内对于产业 半导体可以创造周边的一个带动的一个期待 其实不输于雄本 那他们也希望台积电留在这边的情况底下 那政府的态度是怎么样 我觉得这不应该只有产业的思维 甘利明先生他站在一个半导体的一个角度 从日本出发一个产业思维 我可以理解 可是站在台湾的部分 台积电出去多少 产能配置多少 不应该从一个产业的一个角度思考 他还要有国会的角度 以及政府的声音 所以我为什么在国会会成立一个相对应的 一个议员联盟的 半导体议员联盟的出现 我认为国会有一个声音 譬如讲我们厂状条例当中 他们不像美国 美国是有萝卜也有棒子 我们的厂状条例只有萝卜 没有棒子 对 是没有棒子的 所以说我们是不是国会要扮演一个 比较黑脸的角色 应该有棒子的一个条款 让产业出去对外讨论的时候 会相对有一个回旋的空间 相对政府站在一个高度的角度 也可以来探讨 甚至就如同野岛刚所说的 讨论台湾的半导体的部分 是不是应该站在一个台日同盟的角度 譬如讲岸田政府一上来的时候 他就一直在强调所谓的经济安保战略 所谓的经济安保战略 它有不同的城市 从一个多边的城市当中 它需要CPTPP 从双边的城市当中 它需要两国的FTA 从产业的部分它需要一个半导体 可是目前为止 台日之间的安保的部分 经济安保的部分 只有停留在半导体的部分 在这一次我们二加二对谈当中 日本的自民党高层 其实是用一个执政党的角度来说 他们虽然是国会议员 可是他们跟行政部门都有沟通过了 他特别跟我们这样强调 也就是说CPTPP的部分 你接下来有没有什么具体 跟台湾之间有互动 除了口头上说支持 欢迎之外 他说他们会采取比较具体的行动 介绍给其他的国家说 台湾加入CPTPP的重要性 这个部分导致是比以前更加进一步 甚至国际刑警组织 或者国际民航组织 他们都愿意发声 来为台湾加入的这个部分 来做support 这个部分又超过于过去之前 WHO的部分 或WHA的部分 所以日本在这个部分 我们在对话当中 有显见到他对台湾的一些 国际上的空间 也想要多付出一些努力 而这样的努力 其实如果说架构在所谓的 台日的一个关系的角度来看的话 做一个战略部署的角度的话 连同半导体一起来讨论的话 我认为这样会更加的妥视一些 好 非常好 我想这个大家看到 将来在CPTPP的建构的路上 其实日本要更勇敢一点 还有一个对台湾其实要表达更多善恋 台湾人对日本其实非常友善的 日本对台湾也很友善 但是两边将来在十足的外交往来 我想日本应该给台湾更多的实惠 雷岛先生在书里面 其实你提到发现热山雷达战 你注意到了 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 我上回到官户去爬山的时候 官户山庄的庄主请我吃炖鸡 炖的乌骨鸡 我看那乌骨鸡非常大 他说不是给台湾人吃的 是美国人吃的 才知道他是热山雷达战共餐的厂商 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 像这个在小英同乃到了热山 热山后来有一个VBC的中文版 他把美国人把它牵起来 就是说热山雷达战 其实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你的书里面也提到 过去的香港 今天的乌克兰 民入的台湾 你有不同的架构 这个等下会来跟大家分享 你书里面的最后的精华 好不好 稍微回来 好 我们节目渐进尾声了 野岛先生在书里面 特别提到 这个过 昔日香港 今日乌克兰 然后呢 这个明日的台湾 我想我们现在所面对的中国梦 看起来大家也慢慢醒过来 另外一个呢 现在中国不景气 其实对全世界影响很大 那最近我看到新闻 德国开始敢跟中国 这个收布了 那关键是 中国的电动车打到德国去了 这个时候德国带来很大的压力 那乌乌战争 现在仍然在持续当中 那野岛先生呢 怎么把这个架构 你就三个架构给大家来沙盘推演一下 其实这个 昨天的香港是今天的乌克兰 然后明天的台湾 我有加一句话 就是可能是后天的日本 因为我这个说法是有一个 从我的自我检讨 一个反省开始 因为我之前是对香港问题 也有反送中的时候 有一个比较乐观的 或是期待中国也会烂布 但是这个没有实现了 我看的没有准的 那后来是乌克兰也是 包括日本和世界的专家认为 普京绝对不会打 因为就是没有好处吧 不过一个独宰家的头脑 我们真的是看不太清 没有办法了解 一个领导 独宰家的领导 就要打就打 我们目睹这个情况的时候 就发现 当然是台湾跟乌克兰的条件 非常的不一样 不过万一有一天 就对岸的领导下个决心 我们真的是很难阻止他 所以我们要心理准备 那这算是明天的台湾的意义 那就后天的日本 你对待独裁者 不能心存侥幸 对 我们过去国际关系 都用合理的利益交换的角度来分析 不过我们这个世界 应该有进入不一样的时代 也可以说新立国主义的时代 所以是我们都需要一个心理准备 还有实际的准备 我们世界已经改变了 那就这个香港发现的事情 就有一天 当然是在台湾也有感的发现 也有一天在日本 用不同的方式来会发现 我就用这个方式 这个修法来提醒日本的主角 也想要提醒台湾的主角 好 我想在台湾追求主权的路障 我们面临非常多的挑战 国务委员大概你在跑行程的过程当中 大概南部对这个是比较坚持的 北部比较脆弱 但台湾我相信你要勇敢的证明 你是主天独立的国家 这一点我们还有哪些要努力的 我觉得刚刚野岛一开场讲说 他的世界变小了 我自己发现 其实我的世界好像从来没有变大过 一来我没有去过中国 二来我去过几次香港 但是在几年前 在去香港的时候 我原本比一般的日本人或者其他人 我们很早就我们政治工作者来说 就已经被限制在黑名堂当中 在习近平上台的时候就如此了 习近平上来之后的更加的一个 兼具的部分 更加的明显的部分 其实在2019年习五点的那五点的声明 那五点的声明其实到目前为止 我认为从来没有变化过 那某个程度我认为这是习近平 犯了他们共产党所说的造进主义 也因为这个造进主义才会有香港事件的产生 也因为这个造进主义 其实让整个民进党某个程度 在外在因素情况底下形成一个利多对选举的有利的消息 就如同野岛刚所讲的 让蔡英文总统的支持度也变高 可是到目前为止 我并没有办法发现习近平有任何的一个转变 所以说我在跟台日交了之后 我就举一个例子 我们现在台湾的角色就很像这一个大雄 然后被胖腐欺负 中国就胖腐 那我们希望找一个哆啦A梦 某个程度在现阶段来说 我们希望美国是哆啦A梦 日本也是哆啦A梦 但我们也可以当日本或美国的哆啦A梦 特别是日本的部分 但是问题是台湾还有存在好几位 跟胖腐很好的朋友 叫小夫的 小夫还不止一位 有好几位 可是这几位小夫在总统大选过程当中 大家会看得清楚 谁是小夫 谁是胖腐 谁是哆啦A梦 我相信台湾人民是有智慧的 在整个总统大选当中 确实让小夫现行计 让胖腐的角色更清楚 让哆啦A梦 在国际间的哆啦A梦是谁 现在台湾的国际间哆啦A梦越来越多 不止美国跟日本 连德国 连英国 连欧盟 都是了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底下 台湾其实在 坚持民主体制的部分 在明年的选举 当然就非常的重要且关键 在经济的发展 当然我们要自信有所实力 但是在未来的整个外交的一个发展路径上 我们要选择价值民主同盟的持续 我相信 我相信这样子让台湾整个国际地位的延续也好 就等于是一个实质国家的一个进展 这一次麻生来台湾 就跟大家讲胖腐 所以 想讲卤腐 这个国务委员的哆啦A梦的修法 他在日本讲出来 大量的日本媒体都报道 对 这个是用比方的方式 让大家一听就听懂 日本人一听就知道了 好 今天我们谢谢野岛先生 谢谢郭委员 感谢大家观赏 下周同时请大家继续收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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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